為響應政府南向政策 擴大跨境物流電商市場 駐新加坡辦事處經濟組 陳永前組長等人 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的新零售物流 四點零革命高峰論壇 主題是打造多通路 最事化解決策略 也期望透過這場論壇 為臺灣跨境物流電商 創造更有利的全球市場 為推動跨境物流 提高電商交易 同時響應政府新南向政策 駐新加坡辦事處經濟組 陳永前組長 經濟部桑葉司 陳蜜順副司長 以及臺灣全球運酬發展協會 殊榮德理事長等人 出席在新加坡舉辦的 零售物流四點零革命高峰論壇 受邀演講的陳蜜順副司長表示 新加坡物流配送商業 有它獨特的地方和交易平台 期望台新雙方跨境電商交易 未來能合作開創更大市場 那因為跨境物流不太可能由這個台商獨立來完成 我們希望說兩邊的合作 未來能夠有好的這個企業來做媒合 讓我們跨境電商的交易可以成長 活動當天臺灣與新加坡企業機構 也舉辦一場合作協議備忘錄簽約儀式 期望透過合作創造雙贏 透過物流的基地 那臺灣的物流業者才能夠真正去投入更自動化 更有效力的各種設備 讓整個面對消費者的服務 能夠做到更好 其實這些都可以複製到 就是透過技術的輸出 可以協助東協的國家 讓他們也能夠引進更好的物流 所以臺灣在這個部分是可以扮演積極的角色的 藉由高峰論壇進一步了解新加坡 對零售物流的市場需求 再透過新加坡的平台與助攻下 開拓東協市場商機 臺灣宏觀電視 藏思慈 新加坡採訪報導